走了将近18公里啊,本来想去那个太后陵那边看一下,然后呢,决定还是先来这里吧 真不敢相信啊,刚才我以为去了农村了,但是看到这里感觉还行啊 据西安18公里东南处,发现一座这么个古镇啊,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时尚 前面还有这么个防鼓楼,这边是民国的建筑啊,是一个摄影基地,还挺好的,整个外贸食品销售好像是,免税店啊,类似于 这个古镇的资料呢,我就不多说了,就咱们就边看边说吧 因为新建的古镇嘛,但是也是集观光游乐,很不错的啊,这里的鸽子都成精了,根本不太怕人的 这条耀眼的古街呢,从这里进去啊,这里很多滑散,很漂亮,也很凉快啊 古古风灯百叶望,苍纳福瑞万事兴 做买卖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楼啊,叫做独木亭,应该叫做亭,不能叫做楼 像这种建筑呢,我是从未见过,因为我也走了很多地方了,最起码不下50个城市了 独木亭还是很少见的啊,咱们来看看这个独木亭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面是一个唱戏的地方,看表演的地方啊,依然能够听见咿咿咿呀呀的这种唱戏声 还挺好听啊,挺押韵的 然后这边就是独木亭,很奇特的一个建筑 哇,感觉非常的高大上 一个充满新奇的地方,很有新鲜感啊,以前在其他地方不曾见到过 确实是,耳目一新 可见呢,这个景区的打造呢,实在是用心良苦,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啊 从独木亭往南走,这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啊 所有的精华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很不错啊,这里 有幻境,有神庙,还有成都老街 啊,这种桥啊,尤其啊,弄的是,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喂鱼的池子啊 这个鱼呢,是什么呢,很有特色啊,能吃奶的鱼 这个咱也没见过,说实话啊,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 然后呢,这边这座古建呢,仿古建吧,应该叫 叫做白鹿神庙啊 但是是不开放的啊,门口两个大鼓,很多游人来这里打卡 从这里进去呢,就是白鹿幻境 这个白鹿幻境呢,非常的吸引人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非常想进来走一走 看看这个白鹿幻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挺火的啊 因为大岛城,这已经爆仓了 来这里打卡的人特别的多 这是工作日 确实啊,干净整洁的景区,非常的漂亮 两边的小花,还有这种气球布置的是独有创意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因为我刚消费的几笔啊 看一看这里,买东西还是比较贵的 但是吃的东西,物价还真是不高 这就是白鹿幻境,其实就是一个演出啊 但这个演出还是要收费的 从这道民国的门穿过去呢 又会到达一个网红的地点啊 白鹿苍上面写的是,中间还有两幅 两边还有两幅对联 这边呢,在关中地区呢 颇有这个江南流水的情怀啊 看看这里的意境啊 很像那个苏州那边的情形啊 苏州那边就是屋子旁边是一条小河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 咱们来说说这个网红桥吧 好多人在这个桥来这里是走来走去的 其实这个桥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难啊 我因为先逛了一圈才来给大家拍这个视频啊 这个网红桥呢 说实话不失邪是过不去的 尤其这个女孩过的这个地方啊 非常的慌 走上去基本上是很难过去 这是古镇上的民国街 也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街 还有这个百乐门夜总会啊 什么的啊 挺新潮的啊 大上海那种旧物 能感觉出来那种气息 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吧 而这个整个古镇呢 是以明清教会的啊 明清建筑为主的 对面呢 还有个东亚临时有限公司啊 听着抬头挺吓人的啊 规模很大 在这里呢 逛一圈呢 就感觉是跨越了三百年的历史 这这辆火车挺有意思啊 不过这辆火车真是开的是太慢了 比我步行还要慢很多 这是民国街啊 这条小火车就是从民国街中穿过去的 闹市中穿火车还是很新鲜的 最近呢 看了太多的古墓了 看看这种的民国时期的建筑 还有清朝时代的建筑 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百乐门看看啊 上海的百乐门 因为在那个时候 这个百乐门非常出名啊 废弃的火车 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火车 其实火车呢 我觉得废弃的也很好看啊 这是典型的第一代的蒸汽式火车 就那种烧煤的火车 我们进来看一下 看完这个前仓呢 咱们就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啊 可以看到啊 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看来景区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这就是蒸汽火车的构造啊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个压力表上面 这是往里塞煤的 应该是